身格為人妻的徐瑋寧出席記者會時 頻頻被問跟老公邱澤的婚後生活 讓他招架不住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在家會一直重溫 當男生的那台 這個問題也太可愛了吧 孩子都... 都...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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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來回答 現在好像開始流汗了 謝謝 還沒事 會一路問到你的懷孕線上 嗯 然後什麼時候算第二個 要有心意準備喔 好好好 徐瑋寧坦言和邱澤因為工作關係 已經10天沒有見面 言談間相當保護老公的他 面對不斷被追問私密的 夫妻相處細節 乾脆 翻出新北市長侯友宜的名言 做出回憶 那會不會覺得跟藝人在一起很麻煩 不能唱所欲言 也不會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兩個本來就是比較低調的 就是靜靜的享受那種歲月靜寶的感覺 對 好 我們個性比較不貴嘛 嗯 比較不貴人 就沉默 嗯 就對面子 然後這個 好 好 天讚 好 對很簡單 那就歲月靜寶啊 哈哈哈 就是這個字其實已經很很 包括所有事情 歲月靜寶有一種 賣入養老的那種感覺 其實也不錯耶 所以應該要充滿了PASSION這一個 對啊應該還要那個的時候 都還沒蜜月呢 欸我們就是要走到很久 所以歲月先進紅 就是這個東西可以交錯 我們不一定要現在先用完嗎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可以 會嗎 會會 不會 會 很不錯 躬